謝謝六星音樂節奏舞動的三位泰亞族女孩 為即將在10月15號登場的原住民 磐石杯三對三籃球賽前接著會熱鬧開場 前值班選手陳志遠收藥 擔任這次活動大使 基層很重要 所以這些基層如果沒有去做培育 做栽培的話 我想對他們未來的路會比較艱辛一點 如果這個基層打好的話 就像打防止蓋地基 基層要好的話 對他們未來的方向會更順暢 主辦磐石杯籃球比賽的 台北市原住民族體育與文化發展協會 常年投入籃球賽事 看到許多年輕人熱愛籃球運動 絕對今年擴大辦理 把我們各鄉鎮的喜歡打球的 真的讓他們有一個舞台 靠著就是我們這個運動 籃球運動他們喜歡他們的 可能是他們的技術 能夠讓他們能夠跳到更高一層 來到來到都會區 來發展他們的自己興趣 而且是他們專場 原住民磐石杯籃球賽 將在台北市民族國中正式開打 共有65支隊伍報名 有男女籃之外也增加歡樂親子組 同時更邀請飛援住民朋友一同參與 讓大家以球會友彼此切磋球技 接著R18茶課台北市採訪報導 合 搶,搶,搶,搶照